有關於這個OG健保罰款的規定 96塊錢或是1%是以每個人來計數 或者是家人的總數來計數 那如果是公司的這個要拿這個Test Credit的話 是不是可以這個 那我的保費支出是不是就是 可以列為公司的支出 我剛講到這個罰款 它是以每一個人來計算 然後比如說2014年是95萬 或是你收入1%哪一個比較高 是每一個人 但是它罰款是有一個上限 比如說上限它就是 比如說是以一個家庭 比如說三個人來講 好 不管你幾個人沒有 它的罰款就是我剛講95塊的乘以3 300%的罪名罰款 就是罰款上限 然後剛講到說這個公司買這個 公司買保險這個保費支出的話 這個要看這個保 這個健保計畫是按照公司來買還是 under你個人的名義 當然如果說你under個人名義 你還在公司當中 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的公司現在給我一個福利是說 如果我不參加公司的健保計畫 公司每個月給我200塊錢 allowance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錢 我用個人的名義到這個 紐約州的marketplace 去買我自己的保險 這樣子的話 對我來講 哪一個是比較 對我來講是比較好 對我來講是比較好 哪一個可以打破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問題是 我的公司提供了一個 優惠給我 讓我脫掉 從公司的公司補助理 公司補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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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覆是說 完全要看你公司是多少人 你的公司如果是屬於那個法律上規定 必須要為你提供電保公司的話 他不可以說是說用這個方式來叫你退出公司的保險 然後給你用錢 用錢的方式讓你退出公司的保險 好 下面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你接續了剛才那個跟加州的 小孩子在加州不出類似的 好 是說 那在這個 留在 對不起 剛才 就是如果這個孩子照您剛才這樣子的解釋 他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得到他最想要的照顧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在加州另外買學生保險 他不會受到這個 因為就沒有買OG健保必須接受的主罰 如果他選擇在加州買的話呢 他學校那個健保要有符合10項 現在罰不罰就是剛才找他健保有沒有 如果學校提供的健保有那10項的話 他就等於被COVER了 他能夠證明就不會被罰他也可以使用 如果學校的不到 他就要去尋找其他的健康保險的這個選擇 Option 來購買健保 10項 大家了解 就是包括這個 也不能夠拒絕你那個 那個原來有的病的那些東西 OK 還有一個東西是一個比較專業的 這可能是要問鄭葵理事的 他說 保費扣除的Tax Credit 政府和政府補助部分之後 從我口袋裡面掏出來的錢 掏出來的錢 Out of pocket money 可不可以在Schedule A Itemized Deduction裡面來扣除 或者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獨資公司 他選擇Solo Company 帶出獨資公司 每年是在Schedule C 報稅 這個部分呢 可不可以在Schedule C裡面 來Fully Detuct 這個要付錢成長 我再想想 就是說這個 如果說是Schedule C的話 你自己這個付款的部分 因為Schedule C 我們可以Download制度 所以基本上 你應該是可以 所謂的Schedule C 這個Tax Credit 你可以在這個 收入調整的地方 直接就減掉 好 那我們謝謝台上 各位貴賓的回答的問題呢 也謝謝各位台下的觀眾的參與 那我們今天活動 就到一個段落了 謝謝大家 小燈請問一下 謝謝